大家好,又回到家居清潔智清潔電腦第二抽 剛剛已經在抹外殼,現在抹下半個 首先一定要繼續抹,現在要抹越乾淨 旁邊到這裡,推過來這裡 抹暗抹,抹這邊 抹上抹下抹左抹右 然後抹在這裡 它有些膠紙漬都很難抹,所以抹不掉膠紙漬 嘗試橙 抹完這裡 然後抹回回來 這裏都很難抹,因為這裏 上面那些就這樣攪拌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那些多織那些就要拆乾淨一點 這些是那些膠紙織 然後就開了個殼看看有沒有那些塵啊那些東西擦 這裡就有一個螺絲位 它凸起的可能是螺絲可以開就開了 要小心點不要弄不見那些螺絲 這裡有一顆了 那就要放在旁邊 然後這裡又要再慢慢地擦 一個擦一個擦一下擦一下擦一下擦 擦了一個出來又放在旁邊 差不多搞定了 然後再看這些外置那些插頭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塵啊擦一下它 到裡面就開始就要反轉 反轉個電腦來開始擦了 哇 電腦都很敘手 好燙 會黑了一陣子的螺絲 然後再回到這裡 那個殼址就可以拆出來 慢慢推出來 它就自己脫了 脫了之後就可以 去檢查它裡面有沒有塵的情況 然後就看一下這裡 塵啊那些多少啊 用燈照一下它就可以了 這些有塵啊 那些塵可以抹掉的 然後看一下風扇有多少塵啊 風扇有塵可以抹一下它 不過不要弄濕它 清洁家居的G清洁电脑2讲解 多谢收看